我现在已经到这个门口 然后从外面就可以听到里面的那个 只有打枪那个声音还蛮大声的 Hello 大家好 那如果你是因为我的封面然后点进来的话 I'm sorry 把你们给欺骗了 然后我现在在多伦多靠北边的这个地方 叫Target for Canada 对 因为我今天呢是来第一个打枪 对 打真枪 我觉得还蛮酷 但是我现在有点点紧张 所以我现在已经在这里面 好吵哦 那个枪声 超级大声 我们现在要填这个 Recommend always 9mm handgun and 223 which is AR-15 Beretta or the Sig Sauer either one of these two 我们选了这个 选了这个 还有一个1223的这个型号 The other side of that gun like this Finger off the trigger Gun down Step away from the gun This part right here It's going to go from the soft part of your shoulder between the shoulder bone and the collar bone It's a soft spot You want to get it there OK So it should look something like this Use your right eye to look for this This is called Pengdian It's a soft spot It's a soft spot 他刚刚讲了一堆的教我怎么用枪 有超级多的这种子弹 我这个眼睛好搞笑 我有点害怕 上面没有超级多枪 我们现在要进去打枪了 哇 这边的那个 声音 里面已经有人在打枪了 里面已经有人在打枪了 他真的好紧张 XD effective effectively 或许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出去了啊 我觉得好恐怖哦 我必须先把我耳套给摘了 耳朵带都出汗了 现在打完枪 他们叫我一定要拿肥皂 然后洗个手 因为手上全是那个枪的味道 我现在整个人就是 没有办法平静 那个枪力度非常的大 哈喽我现在回车上了 对然后我们刚打完 那个真枪出来 然后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一次 就是打枪的一个体验 对然后我们今天一共打了三种枪 一个就是普通的那种手枪 我觉得那个的话女生打 我觉得还ok我有一点点的后部 力量没有特别的大 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感觉是在电影里面 会看到那种转的 对对就像电影里面那种 牛仔开的那种枪 就是按一下它前面子弹会在那边转转 对然后那个呢 是我觉得是这三支枪里面 最困难的一支 所以它冲击力非常的大 他刚刚给我们的这个子弹 然后第三支枪呢是我们刚刚拿的那种 超级大的满城的 因为我刚刚就就拿的时候 有点拿不动 然后那个人就是他叫我把那个枪 放在类似台上面 所以这样打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瞄准 就是我刚刚打的这三个纸张的目标 需要的这个纸张 对然后这一张呢是我刚刚 就是说的第一个那个普通 那个手枪打出来的 第一次打 所以就是嗯就不太会 然后基本上都没有瞄准中间 结果在外面也乱打了 第二个是这个 第二个其实我只打了三发 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的hold不住它 因为冲击力太大了 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说那个非常大的 那个手枪打的 非常大的那个枪打的 因为它让我放在那个台面上 非常的好控制它那个 就那个红点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算是打的 比较好的一个 就基本上都在中间了 好啦这就是今天的 第一次打枪的经验 OK那谢谢你们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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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ket